來看一下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怎麼樣去補幾個零在84的前面 這個地方當然我們會需要在剛剛的手機號碼前面 補幾個零的需求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我如果需要再加一個公式在這一串 這個串接的後面的話 當然你需要一個AND的符號 AND的話就是再串接什麼,串接幾個零 幾個零的話我們剛剛也用到REPT 所以你可以AND之後插入函數 然後直接找到REPT 或者你直接打公式也可以啦 兩個方法其實都OK,看各位的習慣 你會發現如果我AND插入一個函數REPT 它會自動幫我把公式加到這邊 一樣我要補幾個零 幾個零的話特別注意,以後只要看到TEST的話 那記得就是說,這邊一定要加前後雙引號 因為文字的話在ESALE裡面 一定要加前後雙引號 如果沒有加前後雙引號的話 那個0就是一個數字 OK,那如果你前後有雙引號的話 那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OK,那文字跟數字完全不一樣 數字才能計算 那文字呢,它只是可以顯示它裡面的這個字元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你不能直接給它一個沒有前後雙引號的0 它沒辦法幫你做輸出 那次數的話呢,根據什麼而來的 根據這個裡面的字有幾個字 那記得用3去減掉 因為裡面一定要有3個字 3減掉呢,這裡面有幾個字 那用LEN,我們自己打好了,LEN 然後前刮弧 那我要算一下呢,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我就點一下G4 然後後刮弧再加一下 跟它講說,你幫我呢 用3去減掉這裡面有幾個字 那回來就一個字 所以E4的話呢,它就幫我補上一個0 OK,所以特別注意 就是說如果你在這個視窗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也會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那你可以看到,我要重複的是這個字 那重複的次數在這裡 那最後它會提供給我的就是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的話呢,它會幫我顯示在 我們將來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呢,它會把這個0呢 放在剛剛串接的這個位置 所以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它就會出現一個0了 那一個0之後的話,後面還在補84啦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是AND 然後呢,我們就是再串一個84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這邊的話 游標放在資料編輯列上方 然後輸入一個AND 然後再加一個G4 就把它串在這邊了 那這樣的話就會084了 OK,所以 那串完之後呢,莫碼其實跟剛剛的區碼 規則一模一樣 只是差別它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它應該是-007嘛 所以呢,我們其實如果要把這個後面 再串一個區莫碼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 直接可以從那個 這個F4的後面這邊 這一串公式呢,把它選起來之後複製 那 特別注意哦,一定要把那個AND也順便複製哦 因為如果假設呢,你要 當然我們等一下就貼到後面 如果少一個AND的話,那就沒辦法串接 複製一下 然後就貼到這個後面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當你打勾,會變成說這邊都08 是不對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把G4 再把它改成H4 那它改的方法幾個 我習慣是點這邊一下 蓋過去 或者你直接把G改成H啦 兩個方法其實都OK 好了之後打勾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完成了這個公式了 那完成這個公式之後 當然目前只會產生第一個嘛 如果你要產生其他個的話 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什麼 在這邊的空點 直接快點兩下 特別注意哦 游標現在是白色的 移到這個右下空點 當然你可以按住標方向下拖啦 不過我不建議 我建議是直接快點兩下 那它就會參考雪形這一欄 的這個資料 然後並且幫我把它填滿到最下方 OK 那就是快速填滿啦 當然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完成了 手機號碼的串接步驟 OK 所以 請各位也許試試看哦 剛剛比較重要的部分應該是在哦 特別注意哦 我剛剛主要是在這邊AND 然後插入一個REPT 插入一個REPT 然後呢 補什麼呢 補0嘛 那補幾個0 補3-LEN 其實關鍵可能這個地方 大家還是要稍微轉個彎 OK 那轉個彎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公式打 打完之後就補一個0 那補一個0之後的話呢 後面再補84在後面 所以084就OK了 同樣方式的話呢 就是把它再加 再改成就是H4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完成 這個地方的公式 不過呢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當然還有更 其他的方法 因為在ESALE裡面的函數 不是說你只有這個方法 那當然 除了說用重複幾個0的 這樣思考邏輯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函數 就是可以直接把什麼 把這個數字 直接變成3碼 那所謂的3碼 就是說如果不足3碼 它就會自動補上0在前面 有點類似像這樣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那個儲存格格式裡面的制定 把這兩個選起來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OK 選起來之後儲存格格式 可以利用它預設是通用格式是原始的這個資料 那如果我今天要加一個格式在上面的話 你可以自訂 那自訂裡面當然有這麼多啦 有很多的相關的格式 我們其實需求很簡單 就是要3碼 那3碼的話 直接把通用格式 Delete掉 補上3個0 1 2 3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補在這個地方 從通用格式補自訂3個0的話 你會把它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地方顯示出來的結果 那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3個0 3碼 就是自動會補0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假設你現在直接把它串接 它基本上呢 還是沒有辦法正確的把它變成084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它看到的結果 會是084 其實主要原因 因為Israel裡面呢 它有分成所謂的格式 格式是外表看到 但儲存在實際資料裡面 並不是長這樣 實際上長什麼樣呢 實際上就長這樣 它還是純84 它並沒有改變 它改變的只有外表 實際上裡面並沒有改喔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 可以直接把外表看到的 也真的變成 它實際上的084的話 那這個地方 你就需要 再想到一個函數 特別需要以後 如果你今天呢 希望把外表看到的 把它真正變成084的這個過程 OK 直接變成 而不是這個 不是這一個 我希望呢 幫我把它直接就變成 084的這一串文字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要想到一個函數叫TEST TEST 這個函數的話呢 實際上哦 就有點像是什麼 把格式轉換成真正它裡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經過TEST之後的話 再來串接哦 那就會成功了 因為如果你現在啦 即便我們現在看到084 那我就不用REPT啦 比如說我這邊就直接把他改成AND AND這個 雖然我 我這邊看到的是084 可是你打勾之後它還是84 它並不會改變 可是你想說那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可以直接讓它變成084 再串接 那就成功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做TEST OK 那TEST函數怎麼用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公式先完成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這個方式 那OK 先試一下 把畫面 我先分享先暫停一下 那請各位先試做看看 我先看喔